不管是余文生律师的身体 还是余文生律师案件的命运 包括我现在维权的处境 都还是比较困难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帮助我 帮助余文生律师 然后 还是希望余文生律师 能够早日的获得无罪释放 我希望他能无罪释放 我也希望中国 在余文生律师这案件上 包括在整个的人权案件上面 都能够体现法治公平正义 因为 这些人真的是一片公益之心 遭受到的每一点 每一天的失去自由 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我也希望 不管是公职人员 还是有关部门 能够 从法治和从人权 从良知 从普世价值 这些方面考虑 能够体现法治 体现公平正义 能尽快地释放余文生律师 和其他的 和他类似情形的一些人士 谢谢大家